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历过几场不大不小的战役 不少抗日英雄在这里壮烈牺牲 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 就在小县城里的最高处建了一片烈士墓 当时好像找过先生看过 先生说毕竟都是横子 再加上很多抗日英雄的年龄并不大 就找了一片风景比较秀丽的地方 建下了一片英雄墓 之后县里的人听说了那里风水好 也就纷纷效仿 将死去的仙人葬到了那里 多年下来 那里俨然也就成了一大片坟地 这片坟地在县里的最高处 远远望去 隐隐绰绰的坟头 让人不由心生寒意 90年代初期的小县城 作业并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一样繁重 娱乐项目也没有现在的孩子们那般丰富 周五放学后 孩子们都憧憬着之后两天的玩耍 所谓不多的功课 也就早早地丢到了一边 在烈士墓的山下 有一条小河 小河与牧群之间有一片小树林 小河河水清澈 里面有很多各种小鱼 那是县里的孩子们闲时主要的玩耍聚集地 再加上谁也不深 所以家人们也就放心了些 只是叮嘱孩子们 河边玩耍可以 切不可往善地伸出走 所以小时候虽然好奇树林里有什么 但是也一直不敢去 直到后来才知道 按我家这里的风俗讲 家里有孩子夭折了 是不能直接埋掉的 要找一个懂行的汉子 去主人家里抢走夭折孩童的尸体 家人还要追着打骂这个抢尸人 抢尸人一路从主家跑到树林里 然后也不埋 就那么找个小树边 把尸体扔下便走了 这个风俗 我想别的地方应该没有 但这里是内蒙古 我想可能是源于蒙古族风俗里的 天葬之法吧 而我第一次知道 这个世界 原来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也就是在这片小树林里 依稀记得 那是一年级某个放学后的周五 那一周周末留下的家庭作业并不是太多 几个小孩子便约好了 下课先不回家 去河边玩耍 多年不曾联系 导致记不清具体几个孩子去玩 都有谁 只记得一个叫周周的男孩子 从家里拿了一个小片密度很小的铁丝网 说是可以抓到鱼 虽说那时候 已经不至于饿到孩子们 但是小孩子的零食 也只有父母高兴 或逢年过节才可以吃到一些 孩子们想想 合理的小鱼抓到后 带回家让父母炸过之后 撒上一些咸盐 平时出去玩的时候 撞到兜子里 不知道被多少小朋友所羡慕 恰逢前几天上游下大鱼 冲下来了好多鱼 那天孩子们都收获破风 路边捡来的塑料袋里 也都各自装了不少 我打小鼠鱼那种玩起来 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天色已经有些黑了 小伙伴们也都陆续地 提着自己的小鱼 回家吃晚饭去了 我却想着 好不容易今天这么好抓 那还不抓个够 等我提着新抓着的一小袋鱼 高兴地提着上岸时 才发现 同学们已经都走完了 整条小河只剩下我一个 把鱼倒在岸上之前 挖好的小坑里 想着反正离家里也不远 以此玩个够 可没想到 这个想法 差点要了我的命 大家都知道 夏天天黑得晚 而且太阳落山后 也不会马上黑下来 河边只会是雾茫茫的 但还有光亮 那时的我还觉得 这个时间 安静的小河边 只有我自己 波光淋漓地美极了 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娱乐项目 电视机属于仅有的几家 厉害人家才有的奢侈品 地方风俗 谁家有人去世 都会请戏班子大台唱戏 时间也大多在大家晚翻之后 哪里听到有矿矿的声音 无聊的人们 就会成群结队地去看 还有卖瓜子糖筷的小贩 热闹极了 小时候跟着奶奶去看了几次 虽然看不懂 但是觉得那么多人很热闹 而且很多人都带着孩子 县城本来就不大 基本都可以碰到相熟的邻居小朋友 或学校的同学 那是除了春节外 现有的可以孩子们玩到半夜的机会 我抓鱼抓得正开心的时候 就隐约听到敲锣的声音 我家离这片小河本就不远 听声音也只是在喝对岸 我就想 这时又有戏班子在唱些了 一会一定很热闹 奶奶也会去看 那我就不着急回家了 反正也不饿 不如先去戏班子那里 给奶奶占一个好位置 等奶奶来了以后 就可以找小伙伴们玩耍了 小孩子的想法就是那么单纯 不会想不回家 大人哪有心情看戏 也不会想 树林里根本就没住人家 怎么会有戏班子在搭台唱戏 想着半夜也不会有人来抓鱼 回来后 再把坑里的鱼带走好了 就蹦蹦跳跳地 向树林中的声音走去 跟着声音走了一会 就看到了好多的光亮 往近走去 奇怪的是 没有往日的那么多大人 在抽着烟刻着瓜子 热热闹闹的 戏台下空空荡荡的 一个卡车箱体大小的戏台 是一群和我岁数差不多大的孩子们 在唱着我听不懂的戏曲 那时我也没多想 只觉得真好玩 小孩子们都可以唱戏了 看得正如迷 旁边肩膀被拍了拍 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好像又半身进到了冰水里似的 回神望去 是一个伴着变脸曹操的小孩子 他笑嘻嘻地问我 觉得好玩吗 要不要也上台唱两句 我说我可不会 我听都听不懂 就是觉得 你们一群和我一样大的孩子们 竟然会唱戏 好厉害 在县城里也没见过你们 你们是外地来的吗 那个小孩眯眼一笑说 不不 我们也是本地人 先不说这些了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来上台玩 你来后台 我给你办上 反正也没人看 我们边唱边教你 我心里一想 那感情好 虽说那时候年少 但是看着台上的一些漂亮的姐姐们 还是很期待的 本来就是玩性最大的年纪 什么也不懂 又有这么多小朋友 一起玩唱戏 美得很 那个小曹操看出了我的跃跃欲试 便黑黑一笑 引着我进了后台 外面依然在咿咿咿咿的唱着闹着 后台内空空如也 那个小孩把我按坐在一个凳子旁 就开始笑嘻嘻地开始给我画上了 我也满心地跃跃欲试 还不知道巨大的危机已经来临 最后的记忆 是这个小曹操用一只血红血红的毛笔 冲我的眉间点了一点 我便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不知过了多久 隐约听到的是 奶奶在喊我的名字 断断续续的 声音好像离我很远的地方 身在黑暗之中 我本就无比地害怕 听到奶奶的声音 我就赶紧冲着那个声音传来的方向 一直跑啊跑 黑暗之中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每次在迷失方向的时候 就能看到远处有一束火光 走到近处 是一个巨大的白色莲花 里面是好大好大的火团 在熊熊燃烧 然后在远处 就又会看到一束火光 本能的驱使下 我又会向着下一团火光追去 往往复复 火光不见了 只是看到了一堵巨大的木质城墙 我能感觉到 翻过这座城墙 我就能脱离这让人恐惧的黑暗 但是城墙就屹立在那里 没有任何可以攀爬的东西 等啊等 终于等到了一根巨大的柱子 从天而降 然后连接了城墙和地面 我知道这是我的希望 我就赶紧爬上柱子 冲着城墙里跑去 翻越城墙的一瞬间 一阵天旋地转 就又陷入了黑暗 之后感觉到的是寒冷 无比的寒冷 一只粗糙的手在抚摸着我的脸 苦了我的乖孙 受这些三难八苦 快快醒来吧 醒来吧 睁开双眼 看到了奶奶泪眼盘跚的脸 我感觉好委屈 眼泪夺眶而出 看见亲人真好 直至小学毕业之前 我都是枕着一把缠着红线的茧子 和家里的菜刀睡的 是在奶奶的安排下 让家里这么做的 后来不知道母亲又从哪里学来的方法 将家里的菜刀剔了下来 换上了他们医院的一把很老旧的手术刀 而且我睡觉的床头上 一直都供奉着一个武财神 左手大刀 右手元宝 很是威武 这个财神就供奉在紧挨子的头顶 这也是奶奶安排的 之前说我少不更失 跑去了树林里 碰到了不知是什么的脏东西 然后就是奇幻的记忆内容 虽说大了些 长辈们才给我讲解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回家 奶奶就着急了 找人去问我的同学们 听到去河边抓鱼 很晚了还不走 就和邻居们一起沿着河找我 之后在树林里找到我时 我就躺在一棵树边 像被抛弃的夭折孩童的尸体一样 发现后就赶紧抱回了家 但是浑身冰凉 呼吸也不顺畅 是奶奶拿的主意 用白纸折了莲花 折成一打 然后弄了一桶不知道什么油 碰在手里 抓了好多棉花团 然后另一个人捧着一个神棉 但是里面没有神像 却点了一根粗粗大大的蜡烛 先是跑去家附近的城隍庙 烧了黄表纸 然后就一路捧着这些东西 到我昏倒的地方 筷子加棉花沾油 然后从神棉里的蜡烛那里点着 放入白色莲花中 然后莲花和着火的棉花团 一起放在地上 边走边如此往复 一直蔓延到家门口 然后进屋到灶台前 一起把所有的棉花都点着 在里面扔一把筷子 烧完没有烧着 或者烧毁地拿一根 拿出来搭在门槛与院子里 现在想想 觉得很是神奇 只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也没听说过什么道教 或者萨满教友这种操作方法 有懂的朋友 倒不放来探讨下 那段时间 醒来倒是醒来了 白天上课也不耽误 只是每天晚上睡觉前 就会哭闹一饭 您要问我看到了什么 坐在床边看到好多的脸谱 在绕着我呲牙咧嘴的飞舞 别提多吓人了 不是发烧后的幻觉 或者熟睡后的噩梦 而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 妈妈抱着我 也吓得脸色耍白 只看我哭着用手指指给她 这里 那里 那里有 看到孩子吓成这样 妈妈也不知怎么办 爸爸就跑到巷子下面的图护家 借来了杀牛刀 我指哪里就砍向哪里 在我的眼睛里看到的是 随着父亲刀子的灰果 砍到的脸谱就会支离破碎 但是随后 又会在另一个地方凝聚 那时候 我家这里大多唱的是山西邦子 但看到的脸谱 都是自己没见过的京剧脸谱 妈妈抱着我 尽量地躲开我所指点的地方 但是那些脸谱却一直追着我 飘来飘去 躲着躲着 躲到了爸爸妈妈的卧室 那里有一个大仪从雍和宫求来的佛像画 妈妈就贴在了卧室 也不曾上香进宫 只是一张很简单的佛像画 妈妈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抱着我凑到了跟前 但是那些脸谱却明显没有靠到跟前 只是在不远处张牙舞爪 好像有什么他们所畏惧的东西 让他们不敢过来 我就和妈妈说 他们没有跟来 只是在那边的不远处飘着 妈妈心里一想有笑 就让爸爸搬了一把椅子到佛像下 就这么抱着我睡了一宿 爸爸妈妈也要上班 下班回来本就很累 每天晚上我就要闹这么一出 抱着睡觉也不是回事啊 肠子以往 吓不死 也给身体熬坏了 爸爸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奶奶 奶奶就告诉爸爸妈妈 用家里的菜刀和剪子 回家就给我带在身上 睡觉就压在枕头下 别说还真的有效果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那些脸谱 但是枕着那些东西 一枕就是五六年 一直到了初中 才从枕头下拿走 接下来讲第二个 前文提到 我老家这里属于内蒙古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蒙古族人 看到内蒙古 大家可能想到的是草原 牛羊 奶茶 哈达 和美酒 下面这件亲身经历的事 就蕴含了这些内容 那时我已经初中了 当时是在第三中学上学 第三中学是怎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呢 在县里的最东端 可能各地都有这样的传说 邪不胜正 所以学校一般盖在乱坟岗上 用正气压邪气 但是我们第三中学更厉害 没见在乱坟岗 直接盖在了火葬场的隔壁 我们学校教学楼旁边 就是火葬场的烧石间 中间只有两米不到的一堵墙 在二楼以上上课的学生 只要坐在靠窗户的位置 扭头一看 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避仪队伍 上课期间 也会架杂着隔壁的哭马声 别提多奇葩了 孩子们见得多了 慢慢的胆子也就大了 那时候虽说不大 男孩子们也已经情斗初开 雄性动物的天性 便是彰显自己的雄性特征 来吸引异性的注意 几个同学有男有女的 晚自习时就吹牛说闲话 不知怎么 就说到了旁边的火葬场 胆子大的阿坤就自告奋勇地说 他敢去火葬场的骨灰滞流间 去抱一盒骨灰出来 我们都知道 他对其中一个短头发的女同学 有意思 就趁机说 你要是敢去 某某就做你的女朋友 那个女孩脸红红的 也没说什么 这小子就更起劲了 只是我想起小时候的过往 有些害怕 我和阿坤本来就是发小 家里住着方前房后 从小一起玩耍 我就劝他别去了 他拍拍我说没事 能不能成 就靠这一回了 下了晚自习 几个孩子就簇拥着阿坤 跑到火葬场的墙边 阿坤说 我翻墙过去 你们在正门等我 说着就像猴子一样 一个小跑跳起来 翻着墙就翻过去了 几个同学本来是兴致勃勃的 在火葬场的大门处 等待阿坤的到来 一边打趣着那个阿坤看上的女同学 但是 本来下了晚自习 就已经晚上十点了 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 一直等在火葬场门口 慢慢地就会觉得有点害怕 再加上阿坤也一直没出来 几个男孩子率先扛不住了 说他骗人的 一定是自己回家了 找了这样的一个借口 就走了 几个女孩子有了借口之后 也说一定是这样 便也走了 只是我觉得不放心 就想着你们先走吧 我再等等他 之后自己待着也害怕呀 就跑到了路对面的小卖铺 买了一点吃的 坐在小卖铺门口的台阶上 边吃边等着他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路灯都已经熄灭离会了 十一点熄灭路灯 他一直没出来 我想着可能真的是回家了吧 也就准备回家了 这时候看见一个很像他的人影 摇摇晃晃的 好像抱着什么东西出来了 我紧走几步 正想骂他 但是看他神情不对 目光呆滞 也没搭理我 就往学校的方向走去了 因为小时候有过那档子时 我就留了一个心眼 没有过去和他打招呼 而是在后面一直跟着他 就这么看着 他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一样 跌跌撞撞地走回了学校 走到高年级的班级区 然后踹开了一扇教室的门 然后找了一个座位坐上去 然后就爬上去不动了 我那时害怕极了 赶紧小跑着从学校跑回家里 把事情告诉了父母 正巧那时候奶奶也在我家睡觉 听说后就赶紧联系他家的家人 然后一帮子人呜呜员员地就去了学校 到了教室 他还在那个桌子上趴着 打开教室灯 走近一看 他抱着的还是那个骨灰盒 人们都吓了一跳 他爸爸正骂骂咧咧地走过去 准备揍他一顿的时候 他抬起了头 冷笑了起来 开口说出的竟然是女人的声音 谁来了也没用 他要带着我走的 我跟定他了 这可如何是好 一群人也没了办法 我爸爸问他 你想要什么就说出来 别为难孩子 孩子什么也不懂 有什么得罪的见谅 那女生说 我要吃煮鸡蛋 这是学校 哪里有煮鸡蛋 无奈之下 一群人就先把他按回了阿坤家里 奶奶闻声也赶了过去 阿坤妈妈抹着眼泪 给他煮了三十几个鸡蛋 大家都知道 鸡蛋煮出来可烫得很 但是端上来 阿坤就好像丝毫察觉不到烫嘴 一个接一个 没一回盆子就空了 然后就坐在那里要酒喝 大人们赶紧给准备了酒 已经62度的散装酒 一口吹进去 什么事情都没有 抹了抹嘴 就开始继续冷笑 奶奶就问 你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有什么得罪也已经偿还了 孩子还是未成年 有什么不顺心的 就当你修行部上的童子结吧 那女生尖叫一声 喊道 凭什么 他给我带走的 他给我带走的 我跟定他了 之后 奶奶摇了摇头 拍了一下阿坤父亲的胳膊 朝院子里点了点头 两人就走出去了 不一会 阿坤父亲满头大汗地跑进了院子 手里抱着一堆东西 奶奶看到他回来 大喝一声 捆起来 不带阿坤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就被一群大人按在那里 用早已经准备好的绳子 捆在了一根手臂粗的棍子上 然后再看阿坤父亲拿来的东西 有蓝色的蒙古族哈达 还有一根老旧的马鞭 众人七手八脚地在院子里搭建了一堆篝火 然后将阿坤像烤全羊一样 架在了烛火上的架子上 篝火并不高 奶奶叫阿坤的父亲在马鞭上面 颤上了哈达 然后尽头糊麻油 令人点着篝火 大家围在一圈 然后阿坤的父亲用这根鞭子 就开始边抽打阿坤边骂 一阵惨叫 但是却是女人的 喊些什么也听不清楚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那女生骂得喊了一声 我好苦啊 然后就没了生意 奶奶说 可以放下来了 神奇的是 阿坤被放下来后 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更没有酒味 就好像睡着了一样 这件离奇的事情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毕竟是亲身经历 至于之前的那些 奇怪的仪式样的做法 我到现在也不理解 是什么原理 只是在这里讲出来 大家一起分析分析